我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在今天正式突破6000大关 截至今天中午12点为止 我国一共新增了57宗确诊病例 累计达6002宗病例 新增的57宗病例当中有25宗是境外输入病例 而本土感染的病例有32宗 根据卫生部掌握的资料 本土感染的病例有10宗是来自士拉阳巴鲁 吉隆坡市中心北区和吉隆坡批发公事周边地区 也新增了4宗确诊病例 而另外在沙拉越的主要感染源 古静佳音教会以及综合医院也增加3宗病例 另外今天增加了2人死亡累计102人 至于康复人数也持续增加中 一共有84人痊愈出院 今天诺西山也说了 卫生部将会在明天跟中国抗疫专家团队召开总结会议 卫生总监诺西山今天的记者会上指出 卫生部正在和中国抗疫团队相互经验交流 至于中药是否能够对治疗新冠肺炎有帮助时 洛西山说中医疗法只能用作辅助及增强疗效 并不能用来治疗新冠肺炎 因为新冠病毒至今并没有真正的解药 针对如今国内疫情逐渐缓解 我国是不是时候可以放宽管制令 甚至让国人出国呢 洛西山再次强调 民众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松懈 即使管制令结束之后 也不要在短时间内计划出国理由 自身防疫措施是未来一直要做的事